外省人其實是把韓國瑜當作一個 他可以回到某一個狀態的 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載體 韓國瑜曾經是多麼的受擁戴 對不對 但是他們是希望韓國瑜 可以恢復某一個東西 他們所熟悉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 在韓國瑜的造勢場合 這麼多國旗的原因 但是這個很悲哀 為什麼很悲哀呢 因為這些人 他在他的國家裡面 居然會看到自己的國旗這麼激動 這是不應該的 在他的國家裡面看到 就是他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國旗是很正常嘛 你不需要這麼激動 但是問題上會很激動 我們只有在國外看到我們的國旗 會很激動 這個其實是一個 顯示出來一個現象 其實是蠻悲哀的 這個也反映出來 他們是希望韓國瑜 把這些東西再帶回來給他們 回去舊時代 美好的時光 很多我的朋友 其實我離開台灣那麼久了 三十多年 一九七九年離開 二零一二年才回來 中間那個很短暫 只有一年半的時間 我跟回來定居到現在 我跟以前的朋友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聯絡 只有少數的 但是呢 百分之百都是支持韓國瑜的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百分之百 那我所認識的外省的朋友 就是除了眷層之外外省朋友 我敢負責任的講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支持韓國瑜 是 那麼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把韓國瑜當作一個 可以幫助他們復興的一個代表 可以這樣 而且韓國瑜那時候 確實有這個能力 確實有這個能力 他曾經一度聲望這麼高的 對 那 所以我剛剛就講說 這個其實是 對外省來講 其實是一個還蠻悲涼的狀態 那你現在這樣子出來 挺這個罷免韓國瑜這個事情 你有承受到壓力嗎 我是抗壓性很高的 我是排外這麼久 但是困擾確實是有 就前上個禮拜吧 我妹妹 我妹妹在紐約 我們家小孩子全部在紐約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這邊 你們家小孩子就是 你的兄弟姐妹 對對對 這也是為什麼海外這麼多 支持韓國瑜的人 對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能夠出國的 其實是外省人占大多數 那我妹妹傳個東西過來 結果是什麼呢 是前幾天 我忘記哪一天了 就上一次 我去那個周宇寇的節目 講了一些東西 那麼他們結下了一個圖 標題就是說 楊東平講 韓國瑜是直銷騙子 把這個東西傳到 柳約的這個海軍子弟聯誼會 我妹妹是創會會長 哇 裡面炸鍋了 誰傳的 誰傳的 是一個在台灣的海軍子弟 我看他 也是挺寒的 我看他的名字 好像就是我們的鄰居 我不是很確定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這個名字 我蠻有印象的 因為我跟你講我離開了很久 他傳到那個群組裡面 在裡面就罵開了 你說那個群組是什麼群組 叫做海軍子弟聯誼會 在美國 美國 但是那個總部是在紐約 因為是我妹妹創立的 然後裡面就炸鍋了 炸鍋 楊東平白活了 對不起 對不起祖先 都出來了 俗典忘族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對我來講這個沒什麼 但是我是對我們紐約的家人 蠻抱歉的 因為這會給他們帶來困擾 這也是韓國瑜在這一陣子 做這些事情 確實有些是有效的 真的是有效 我講我自己一個小例子 我前兩天我住在華聯 但是我也去弄了這個黃世代來 你也綁黃世代 在華聯啊 對啊 我車子上也綁啊 你車子綁哪裡 我車子上綁在這個後視鏡上面 兩邊都綁 對 然後我工作的時候 很熱嘛 我在家也很隨便 因為我最近又想把頭髮留起來 所以就綁了黃世代在上面 那我在家 我家裡有養鴨子 雞鴨都有 鴨子生了太多蛋 因為我跟我太太就兩個人 也吃不完 就打電話給一個鄰居 說你要不要鴨蛋 我送一點給你 他說好啊 他說他過來拉 其實我們本來就送過去了 他也過來拉 過來拉我就 就那個了 我就想說 不曉得他的這個政治傾向是什麼 原鄉大部分都是 男的 我就想說 他來的話 我這個還是不要帶好了 就會有這種影響 就會有這種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對 但是我會有這種顧慮 同樣的道理 他如果看到你綁了 搞不好他就走回去 但你哪 但也不敢吃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這些策略 確實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我不相信 他可以這樣子躲過 這個罷免 這個我不信 那你的兄弟姐妹也都非常 現在還是非常挺韓 我姐姐已經一年多 沒有到我這邊來按讚 那以前是常常按讚 我在臉書 我以前不管貼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的 他都會來按讚 假定我在臉書跟人家有什麼爭執了 他回來幫槍 還幫我這個跟人家 捍衛你 然後從上次這個高雄市長 特別是總統選舉以後 因為我其字顯明的 不支持韓國瑜 我姐姐這一年沒有跟我在聯絡了 按讚也都沒有了 確實是這樣子 我有跟他談過了 但是你知道嗎 韓粉有個很大的特點 你沒有辦法跟他談的 沒有辦法的 他也不是裝睡 我有的時候在這個臉書上 跟韓粉做一些辯論 有的人就說 不要跟他浪費時間 他們裝睡的人叫我不行 他不是裝睡 他真的相信 關鍵在這個地方